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年龄 性别 体强体弱的限制 你只要坚持练 他就会收到奇效 我们要求 李晋江处我皮毛 我晋已入彼谷里 你练了二次跟我经营刀做的 从这边发现 但是我们要求是手法不允许你的肌肉有大的动作 我们看人也这样 我们见了很多有名的那些人 他们说他们会内功 他一打拳一推手 我一看我就知道 他不懂那种 为什么 你们可以看看 有些不像 这次到那些俩手就跟本人跑进去 夹着这么推 真的 为什么这样 他需要肌肉的运动 就正在他里头没有东西 我们要求的是 内运外动 你内用哪运 你走话的时候 就用哪躲开他就可以了 你要练腰的时候 腰运动手 对方的手就是你把腰撤了 躲开他 他就打不着你了 气运动手 你把内气躲开 他就摸不着你了 我这风我就出了点了 我就只有我这么练七万年以后 这内容确实能起坐的 肌肉不运动 就可以起坐的 在这一点以前 我们今天 现在开始练这个内气 我们再重复一遍 过去讲过 内气练的不是跟呼吸气没有关系 练在你的单年 我们叫元气 又叫真气 就是你从妈妈肚子里来的时候 脚断的那个膝带 你肚子里存的那个气 这个气 这个气 随着你年龄增长 它就逐渐的在消退 它的 强弱 跟你的寿命有绝对的关系 它强 你就可以承受 你就可以承受 它越来越短 等它不行了 你把它耗费下去了 它就能使你短受 所以要为了练这个好 所以要为了练这个好 那边腰不同的人来 腰你是右侧的腰子送右手 左侧的腰子送左手 但是他内心不见 内心你右手也是 也是这儿 左手还是这儿 因为太医生是道家公 道家就认为 就是人有三宝 是精气神 这精气神 已经要好好的维护的 所以你看一般的全神是说吗 说炼精化气 炼气化神 炼神还须 强调力 所以我们今天呢 这课 讲在这儿 主要就是想给大伙 教给大家一个战装 就是你一氧气 把你那气 氧下来 氧强了 能氧吗 能 你只要按过的 要求战 你就自己能感觉 你这气越来越多 战它干嘛呀 战它 我们手 不动 肌肉 肌肉没有运动 只要对方 他一碰我们手 我们把那气中的手 就能够送到他的身上去 送到什么地方 能送到他的腰 这后边这个 脊柱的这儿 就是这个腰的这个脊柱 这儿 为什么要往那儿冲啊 那老转柱是写的呢 说 笔尽将出我皮毛 我尽以路 笔笔笔 你怎么入的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我们要内运动 那就你内气 要通过这手 不允许有这个动作 你肌肉运动动作 就让你训练这个 让你起这么一个作用 当然 大家刚开始练 也不可能 那么快 但是 你要清晰 只要你按着这个练 很快就可以做到 而且我们内功台权 有一个要求 为什么老叫内运外动 老皮这个 就你的手动的时候 必须是 手走的时候 好